規矩、守則、法例在新時代之下 如何被政權詮釋演繹加以利用 跳街線是怎樣? 觀眾或許有自己的一套看法 2019年時 非建制政界、社運界採訪的記者 甚至一般參與示威集會的人 都有人經歷過個人資料被起底 放上一個叫做香港解密的網站 大家如果還有印象 當時很著緊有人被起底的香港政府 面對著這個網站的時候 態度看起來反而是束手無策 當時私隱專員公署還說過 說個網站是在俄羅斯登記 按法例 他們無權追查 和要求他們將個人資料下架 時隔四年 想不到再有新資料出現 令大家對這個起底網了解多了 最近一份學術研究發現 原來這個起底網站 並不是普通的俄羅斯網站 還可能與中國中共有莫大關係 與此同時 私隱條例亦都今時不同往日 修例之後有域外管轄權 那麼這個起底網 持續了幾年的起底行為 當局是否可以追究呢 牠們從白身中 被拖延地上 被拖延地上 搖延地上 有侮辱 搖延地上 開通 大量被指是示威者的人、記者、教師等的個人資料 這些資料包括有被捕人的傳名、手提電話、住址、出生日期等等 部分有埋家人的傳名 被起底的人數由最初幾百人增加到後來的2,800多人 部分人的背景資料與反修例運動無關 例如這位教師 背景不是涉及反修例運動的罪行 而是指他曾經支持2012年的反國教、2014年的佔中 後來移居英國 亦有曾經在反修例運動期間採訪的記者被起底 包括港台、蘋果日報記者、壹傳媒的員工等等 多倫多大學公民實驗室上星期發表調查報告 列出一系列間接證據指出 香港解密網站很大可能與中國內地有關 例如網站程式碼用到普通話拼音 choochoo 煎乃 又疑似用到內地用語 滾動輪波 被起底的前蘋果記者陳國明亦都說過 香港解密用的照片 是他在中旅社拍的證件照片 除了用在申請回鄉正外 就沒有用過在其他地方 網站推出後 中央電視台、官媒環球時報、中國的法院等等 都在微博宣傳 呼籲更多人轉發這個網站 報告又指 香港解密透過切於俄羅斯的域名註冊公司 登記了最少25個相近網域的名稱 其中4個網域填寫虛假註冊人的資料 其餘大部分就隱藏了資料 網站推出時機也是關鍵 2019年8月 Twitter宣布刪除了936個帳戶 說有證據顯示 這批帳戶由中國政府支持和統籌 刻意鼓吹政治不穩 散布抹黑香港反修例運動的信息 研究團隊無法確定Twitter是哪一天禁用帳戶 但翻查資料 相關帳戶最後一個Tweet是在7月底發布 而香港解密第一個確認到的域名 是在8月16日註冊 研究團隊認為 網站推出的時機 和Twitter移除帳戶的時間吻合 研究團隊同時看了其他被視為藍絲組織的網站 他們發現一個叫做香港暴徒網的網站 他的HTML代碼裡面的關鍵詞 包括香港解密 以及個網站本身聲稱有關聯的其他組織名稱 暴徒網在2019年9月推出 被香港解密遲幾個星期 網站主頁說會向提供暴徒資料的人發出賞金 而在暴徒網推出前沒多久 一個叫803行動的網站也都宣布成立 還在多份報章登廣告 同樣說要就反修例運動爆發以來的事件 懸紅緝空 懸紅金額高達100萬港元 香港01當時翻查域名資料 發現網頁持有人是梁振英 全國政協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 當時亦都在Facebook呼籲網民 將懸紅緝空的信息廣傳 這不是只有一單單單網站 run by some you know like unknown volunteer it's one component of a much larger network so Hong Kong League is responsible for doxxing protesters teachers and so on and then there is different websites that do bounties the covert one is Hong Kong Mob and the overt one is 803 if you put everything together it's incredibly unlikely that this is grassroots volunteer driven it's much more likely that this is very very likely that this was artificial meaning you know like someone pretending to be grassroots and volunteer but the opposite of that we had difficulty finding attribution because the operational security of the website was re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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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gh and so meaning everything they did was designed to avoid attribution you know like they did not want to be detected and when we were trying to find out who had registered the domain name all the entries are basically blank there's a lot of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but there is no definitive evidence saying you know like oh you know this and this is behind it we cannot definitively attribute it to Beijing at this point so what that does is it makes it really problematic to also take action against it 私人專員公署 2019 and 2020年回應傳媒時說 由於網站域名是在香港境外登記 香港當時的法例未能夠規管 大家好 大家好 當時被起底的 還有支持警察建制的陣營 共開即是起底 立法會前年10月通過修訂反起底法 修例副權私隱專員發出停止披露通知 要求移除涉及起底的內容 條文同時具有域外管轄權 即使起底行為在境外發生 專員都可以送達停止披露通知 私人專員鍾麗玲今年2月說 去年合共向26個平台發出1500個停止披露通知書 超過九成平台 包括海外平台的經營者也有遵守 如果對方不遵守 又可以怎樣執法呢 我想他第一件事 他要和域外司法管轄區的相應部門聯絡先 會和他們說 我們發現了有這樣的情況 你們會不會做一些相應的行動 然後究竟是不是刑事檢控的話 其實可能也會有一個問題 究竟是哪一個背後是犯罪的人呢 他們會不會可以偵襲到這個人出來呢 他可以做到那個效果 其實可能和國安法是差不多的 就算你通緝了這個人 如果那個被通緝的對象 是在他們可以有一個司法的援助 互相援助的情況下的話 那就可能可以引導他 或者叫他回來的 但其實這些條例是不是一個 用到這麼嚴重呢 會做到這件事呢 我就不認為是一個合適的條例了 你那個法律社再原理的話 但其實原來你那個執行上是有這麼多的漏洞 或者原來是跟其他司法的地區 根本就合作不了 或者做不到一些幫助的話 那其實是不是想達到你原本的目的呢 可能也有一個疑問 有一個問號在這裡 雜誌社向私隱專員公署查詢 問修例後 處方有沒有就香港解密執法 又有沒有要求相關域外機構提供資料 或者發出停止披露通知 公署回覆說 留意到有關網站已經停止運作 不評論個別行動 不過研究團隊說 網站幾年來已經多次復活 他們發現網站最近在6月底修改過域名 現在再關閉 不是說你刪了它 就是已經可以是了事 接觸到的人數其實都不是最多的 其實這樣也可能是一個求成的理由 但並不是一個脫罪或抗辯的理由 如果這個動作不可限了 ардum22.a想出來 шт owning在2019年 徒組正在為批知力 約正在意識人申ред 原始据 所以現在他完全沒有 他供先生沒有 obte dro Islam 更換 他們無法說 我不能做到所有私 Instruments 因為他仍然堅持 但他們ハ속著 他不可能 Gü Abby corre 例如,他們可以wan掉到網上網ERE 我不 Fear I'm fan of, 但香港政府有記錄的條件 尤其一些網頁責走過去的網友 我們的其他方式唯一, 和其他的資本與其他橋上發展 和其他網頁尊容 training 起碼 delta。 如果有任何公司那些公司的公司招待这些公司 所以,没有一个简单的解决 是这个问题现在 因为,否则,我会很高兴认定 对他们做这个,然后它们是毁了 但有些事情都需要,我们需要多么的解决 如何解决这些事情